一响一阵小头一摇 普什帕也是第一次见识到了 什么叫做灯红酒绿 一宿一宿不睡觉也感觉不到乏力 小脚丫头把沙子一顿揉 普什帕也只能低下了头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没水硬在沙中游 可在普什帕出来放水的时候 却无意间听到了渣哈小弟的对话 2000万一吨的紫檀木 却只给他们250万来凑数 普什帕赶紧把此事告诉了大咖了 可一向残忍霸气的大咖了 却非常的害怕演出了更大的渣哈 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渣哈的残忍超级恐怖 可普什帕却真的是什么都不怕 非得要去跟渣哈提一下木材的涨价 第二天他就一个人来到了渣哈的大门营 刚到这就看到一个要求涨价5块钱的同事被残忍的杀害 但普什帕并没有被吓住 张嘴就要1000万一吨 小胡子立马突出一个大刀片子 看了一眼生气的渣哈 突然一个小咖了张嘴大嘴就出了上来 渣哈挪门的赠量好像胜利有望 可瞬间小咖了不知道因为啥 直接坐了个屁吨 还有不服的往上冲却被一拳打在了心脏的大门 弄脑瓜的撞大墙 还上演了自由飞翔 渐渐的影响了老大爷看报纸上的乡亲女郎 普什帕抓住枪棒子就来了一头花架 光当报馆就是一下子 给女人吓得都不敢咽唾沫 夸擦一下渣哈露出了幽黑的大肚子 普什帕卖着嚣张的碎步子 筐坑一枪 潇洒的离开了别墅的 普什帕为了金钱是谁也不放的眼里 他没有通过渣哈的渠道 直接把好几卡车的子坛木交易在了港口之上 这直接暴涨的利润非常的诱人 让大咖了瞬间都忘记了渣哈的恐惧 普什帕跟大咖了合作 日进抖金 可好色的二咖了却盯上了普什帕的女人 面对小美的哭诉 普什帕决定也该让他们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残忍